面對中國的霸權行徑 過去你可以看到美國的NBA 面對中國的時候跪了很多次 但是現在看到是NBA的球星 竟然出來罵中國 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推特上面 而且我覺得值得讓大家一看的 是這位NBA的球星坎特 他繡了好幾個球鞋 這球鞋都好有特色 你看這個球鞋上面這邊寫的是 自由西藏 然後在這邊的球鞋叫做自由中國 上面這個球鞋 還是把維英雄跟坦克 把它合在一起的 你看這多有創意啊 所以敏寬NBA硬起來了嗎 NBA過去是最貴中國的 為什麼呢 第一個 中國市場14億人 大家超愛看NBA 所以NBA很多的球星在中國 賣球衣 賣球鞋 賣授權 賺得風生水起的 過去在整個川普總統的時代 曾經罵過咖哩小子Steven Curry 他就說 你們對我們美國一點都不尊敬 然後去到中國 一個屁都不敢放 各位為了錢嘛 但是這次那個Ian S. Cantus不一樣 Ian S. Cantus是200公分的大漢喔 打NBA球星 但是呢他就說 我們一樣都是所謂的突厥 因為Turkey喔 Turkey跟新疆人是同一個血脈的 他們認為他們新疆叫做東土耳其斯坦 你們怎麼可以去欺負我們的人呢 所以呢他就說什麼呢 要所謂的自由西藏 要自由維吾爾族 然後要自由香港 要跟台灣站在一起 他推特直接發發四樣喔 但是他膽子也真的非常大 為什麼呢 我們剛才可以看到那個什麼自由西藏啊等等的 他諷刺那個六四天安門的 哇 諷刺的多好 各位 維尼小熊站在卡車 站在站車上面對不對 前面就只差一個學生而已了 前面各位去想喔 他那個意圖是什麼 但其實Ian S. Cantus 他有他的辛苦喔 為什麼呢 他現在也是一個無國籍人士了 因為Turkey就說 哎呀 這個人喔 就把他直接給驅逐出境喔 所以他現在是無國籍 那當然未來 美國可不可以給他規劃國籍 因為他目前在打NBA 這個也算是國籍的傑出人士喔 身高非常的高 非常的壯 球技非常的好 但我們可以發現風向不同 過去NBA全部都貴中國 為什麼呢 那個地方有錢 那個地方收視率高 現在呢 不貴了 那中國現在呢 看看情況也不太對喔 今年騰訊不太敢播NBA的球賽了 各位去想想看喔 一個國家 單單為了政治的一個問題 人民連籃球賽都沒得看 很多事情 我們心中要賜有公道 但是Ian S. Cantus的勇敢 我們要給他多加鼓勵 台湾長大哥 我想跟你請教一下 現在對於中國的反彈 國際間會有這麼多人 越來越公開的表態嗎 對 顯然你接下來看得到 就會越來越多知名人士 國際人士對於反中的立場 公開表態 這個裡面有各種原因 其中有一個過去在長期 大家對中國要跪下來 不敢得罪他 不管批評他 為了商業的理由 為了市場的原因 現在看起來整個國際局的反轉 全球抗中 美中地區的對峙之後 很多人開始發現說 抗中或對中國的言論 對中國的人權 包括西藏 新疆 甚至香港 台灣等等的事物 表示意見 第一 這本來就是言論自由的範疇 第二 這本來就符合整個世界的潮流 因為中國這幾年變了 是中國共產黨變了 是習近平變了 這個世界上會變成 中國跟全世界的關係這樣 這很大的原因是中國造成的 第三個原因 這可能也會是一個商機 剛剛看到Kentor的 NBA球星的球鞋 我們黃明志的玻璃星 不到兩個禮拜有將近2000萬人的點閱 其實大膽的勇敢的表達出來 你言論自由範疇裡面 對中國現在 對於人權跟各種事物的 集權的方式 規權的方式的打壓 不但是表達出自己的意見心聲 也可能創造一個商業的機會 所以這跟前幾年完全不一樣 各位看到這幾年的變化是非常大的 所以你會看到中國對於國際社會的一些霸凌的行徑 引發的反彈 反而有可能讓它變成另外一種新的商業模式